国际上的最新消息带给您是 美国的迈阿密郊区一栋12楼高的公寓倒塌之后 救援已经进入第三天了 目前至少有4个人死亡 159个人失踪 更传出倒塌废墟内部起火阻碍了救援 根据媒体的报道 废墟内的起火源是不明的 救灾人员正在进行救援 而这个起火所造成的烟雾 是目前救援人员遇到的最大困难 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早在2018年的时候 有一名顾问工程师就发现 大楼的内部有重大的结构性受损 建议必须要进行修缮 不过最终依旧是没有进行修缮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